疫情趋缓台中知名大坑风景区人潮慢慢回流 但人潮众多最亲民的九号步道却发生了践行民众遭到蛇吻 12号早上有一名64岁的周姓男子独自到九号步道爬山践行 结果不小心被蛇咬伤了 还好当地的住户开着小货车把他运在下山 再由警方跟救护人员接受及时送医保住一命 因为每一年的4月到11月是蛇类出没的高峰期 也提醒民众前往山区一定要多加留意防范 台中知名风景区大坑登山步道 每到假日总是涌入不少人潮 没有想到现在去传出有民众遭到蛇咬伤意外 64岁的周姓男子12号早上6点多独自来到九号步道践行 没有想到左脚踝不慎遭到蛇给咬伤 还来不及看是被什么种类的蛇咬 蛇就一漏烟不见踪影 由于意外现场山路狭窄警车救护车不易进入救援 幸好当地的热心住户自告奋勇 开着小货车协助江人运送下来 再由警方和救护人员接受江人送医 男子送医治疗后没有神秘危险 其实之前大坑山区就曾出现过眼镜蛇 每年4月到11月是蛇类出没的高峰期 警方也提醒民众前往山区 建议穿着长袖长裤自备登山障 也不要一个人上山 如果真的遇到有蛇出没 记得切勿打草惊蛇 以S型的方式慢走 趁机赶快逃离 观旅局表示 目前九之一木栈道 因为毁损整条封闭当中 除了已经在网站加强宣导 并且将在现场增设告示牌 提醒民众注意 小心有蛇出没 即将王东山台中报道